很多香港人都想投資移民台灣 但是究竟有什麼申請條件呢? 投資移民最主要就是在台經營一盤生意 以及符合居留的條件 首先它的門檻是600萬新台幣 去開設一間有限公司 去經營實體的生意或者網絡生意都可以 最重要是有實際的營運和操作 在法規上就沒有明文寫說要開支多少錢 或者收入多少錢 一般我們的認知也沒有可能會花光 或者超過600萬 為什麼呢?因為其實台灣有外匯管制 它當時批你入境的錢就是600萬 所以600萬是你的上限 所以你很難花過600萬 最擔心就是它營商那天 我就是不知道是可以做到什麼 投資移民的時候對生意上是沒有特別的限制 只要是合法 也沒有跌落所謂的軍工產業或者敏感的行業 其實任何生意都可以的 在這裡我有幾個建議 第一就是盡量避免做一些要拿牌照的生意 因為你拿牌照來很快就過了半年 甚至乎有多 變成你真的一年後申請移民的時候 移民處或者國稅一望 其實你可能開業了兩個月而已 一般來說呢 我們會建議牽涉到餐飲業的話呢 會比較容易拿到現金流的 無論是支出和收入也都比較穩陣 因為有些上新鮮的感覺 一開始都會有人去試一下 那餐飲做水啊做什麼 變成了有些SOP的標準的模式 為什麼Jeff會建議做茶呢 因為基本上珍珠奶露或者是黑糖紅茶 其實每一款都有方法給你 基本上一個正常的人都可以去混購出來 以及去營運 還有本身這個是國民飲料 每天一人喝兩三杯 加上是國民兼職 所有的學生哥哥可能都做過這個行業 請人也都相對起來比較容易 反正你做傳統的餐飲業 可能會被廚房師傅撬起你 第二就是如果他撬起你 你很難找到第二個師傅 無端端來接手做 我們投入成本也都便宜很多 百多萬台幣可以開到一間店 那如果你說要開一間茶餐廳 可能你六百萬就沒有了 還有退場的時候 你要頂一間茶餐廳出去 可能你要頂四百萬 但是你頂一間茶水檔 可能頂一百萬 也都比較容易去脫手 咖啡呢 我們都覺得是可行 但是呢 就一定要考慮 第一就是本身你的充調技術 可以不可以 如果你要做傳統的咖啡 或者就做複合式 我們都有不少客人 在做一些 譬如是寵物的咖啡店 譬如是黑膠唱片的咖啡店 或者做一些興趣主題的咖啡店 他們對你的咖啡要求 不需要去到世界級 但是其實他們都覺得很開心 咖啡店也都在推銷 除了一個產品之外 也都在推銷一種 溫暖人情味的氛圍 願意投入多一點資金 但是他時間有限 或者他半退休 或者退休人士 他不太想管的 他可以考慮洗衣店 他的投入資金 可能是三百多萬台幣 但是他基本上 是不需要去店鋪的 因為現在已經是自動化到 有找錢機 請一個大學的part time 一天兩個小時 已經可以清理好那個地方 另外配合一些閉路電視 以及一些保存保安系統 也都有一些客戶 是在想一些複合式的 譬如是一間咖啡加洗衣店 或者一個書店加洗衣店 令到那些人洗衣服 不一定要走了去 可以在那個地方消費 那都是可行的 那當然你複合式 就變成你的開支會大 或者你可以考慮 原本是五組洗衣機乾衣機 轉做三組 就拿兩組的錢 開一間咖啡的東西 但是這個洗衣店 可能就會牽涉到 你需要長線的投資 你的回報可能在說 十年十個百分之 有些客戶就是說 我可能一年 開一間店舖 頂了去 就拿到身份證就算了 那這個就未必適合洗衣店 因為你頂手成本太貴 你創始成本貴 我們都有客戶在台北 或者在那裡開時裝店 而且都賺到錢 但是重點就是 留意幾件事 你的區有沒有沒落 入貨的時候 有沒有報稅 有沒有報海關 如果不是呢 移民儲國稅局 他覺得你有問題 他就不批你那個 之後入籍的那個 Visa 那個Passport 夜市其實就是你租場 那條數是可以進來的 但是你本身自己的店舖 要有一個位置 是可以登記到稅務上 Office都可以 稅務Office都可以 一般情況下 在綠都裡面 是不會有合法民宿的 是不會批民宿牌的 我所謂的綠都 就是台北 新北 桃園 台中 高雄 台南 如果有任何人跟你說 投資這些地方的民宿牌 你要很小心 現在的民宿經營 是非常之競爭的 假設 你首先要想一想 那塊地 是不是農地 如果不是農地 是做不到民宿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那塊農地 你有沒有承繼權 你是不是農民子弟 是不是合法地去持有這塊農地 第三就是那塊地上的建築物 我們叫做農舍 那這個農舍有沒有潛建 因為通常都會潛建 這一刻最新的法例 一間合法的民宿 最多是八間房 如果有潛建 又會影響你身份證 一些freelance的行業 譬如攝影師 瑜伽導師 或者鋼琴老師 英文老師 這裡牽涉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說 你究竟 你的開放生意 是不是一個學校 那如果你是一個學校 你教育局那邊 有些東西可能也要拿牌 另外就是教琴 那樣那樣 其實未曾拿到本地牌照之前 本人是不能夠執教的 但是作為一個投資言文 其實你可以開一個中心 成為老闆 用老闆的身份去營運 那你不執教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 譬如你造琴室出去 或者跟另外合資格的本地的導師 用一個賊帳的形式去計算 作為一個企業主的角色去做 就會比較合適一些 那我需要不需要有實體的店面呢 因為早年很多朋友做網購 這兩年很多朋友就說 網購好像不行 提提大家 最主要的就是 你有沒有金流和物流 實體的店面不是最重要 但是 如果你的營業額 或者日常的運作 相對來講是偏低的 那如果有一個實體的店面 是很有效地說服到政府去相信 你是有實實在在去做這些生意 以台灣或者北部來講 你以新竹 桃園 新北台北二蘭 以及基隆為主 已經是2300萬人口裏面的一半的人口 如果你本身自己的生意 是有一定的叫座吸引你 或者你的手藝是OK的 加上現在網絡行銷的年代 以及台灣電視台媒體非常多 變得很容易被注目 台灣的朋友也很習慣去排隊 這條龍很容易做到出來的話 其實在北部是不差的 雖然北部的租金是貴一點 但是貴賣貴賣或者你做回一個量 是不是 如果你的生意是一些本地性的 local business的生意 譬如洗衣店 早餐店 茶飲店 這些其實真的不一定要去到最旺的區 只要你附近的地區社區 人口 學校各方面 office是有一定的支援的話 其實在台北 台中台南 任何地方其實問題不大 譬如在你自己的店鋪前面 有沒有停車位 如果有停車位 或者沒有停車位的話 有多少機車位 細細隔長方形的機車位 或者是黃線、紅線、白線、母線 很簡單 紅線就不能夠停車的 當然你偷雞停一停 買一杯茶 應該問題不大 黃線就可以臨停 即是說如果有一個人在車裡 你可以停下來 等一等人上落 Jerf覺得黃線是最好的 你不會長停 但是你又能停車 可以買個外賣酒 反過來是停車格 或者是白線 或者是母線 其實你遇到一個情況最極端一點 就是有一個人 在你門口停了車 停了一個星期 你都沒有他 但是他就把你整間店鋪 擋了三份 一至一半 另外就要留意一些租約 譬如說有一些透天 或者有一些店鋪 你看到上一所是餐廳 那我頂了他 或者我接過租約應該沒有問題 其實你要留意一下 其實台灣人很多人 可能沒有直接去報稅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住宅的地契 你走去做商店 第一你就不能夠國稅局登記 第二 如果有人檢舉 或者政府覺得你的油煙 任何東西影響到別人 他可以勒令你停業 在投資移民的範疇裡面 最重要牽涉到就是一個600萬的投資額 在600萬的投資額裡面 最主要有兩個地方用得著 第一個地方就是一起起步的時候 要申請經濟部的批文 我們要幫客戶寫Proposal 即是商業企劃書 在Proposal裡面的時候 在這兩年有一個新的要求 就是說我要看到申請人名下 是有600萬的流動資金 所謂的流動資金 在這一部分是可以包括 股票、基金、債券、保險、現金、外幣定期活期 是不需要放進去的 但是需要在主申請人名下的月結單 或者是股票上面是看到 什麼時候真真正正要動用到這塊錢去匯過去台灣 我們幫客戶開自己公司的戶口呢 通常就是他真真正正去台灣居住之前的一個月之內 假設你是想著2020年的5月去住的話 通常就是4月左右去匯錢 假設是1月要去申請的話 那就1月的時候要顯示到那塊錢出來 因為你要匯過去才找到匯計師幫你而不知 政府看到有匯計師簽紙 看到你銀行的預記單真的有這塊錢 符合了投資的要求 他才批那塊流證給你 究竟在600萬裡面用多少錢呢 根據我們的認知 如果你過度一半問題不大了 有實際有入有出有金流有物流 舉一個例子用一個茶飲店 或者叫做首饒店 珍珠奶茶店 這些例子 一般的情況下 在台灣開一間 說的是一百幾十萬台幣的設立資本 那舖租的話可能是三五萬台幣 因為太貴也不符合營運模式 那另外通常如果兩夫婦營運 可能再請多兩個普通的員工 那兩萬多元就OK 加上勞健保三萬元又找 那這個情況下我們說 可能九萬元是一個月 那如果一年可能是一百萬 那你如果說開一間店是一百五十萬 加一百萬就是二百五十萬 加上你的入貨 燈油火 其實你就應該剛剛好有三百多 錢銀的東西 尤其是你的投資額 千萬不要經第三者 包括代理 因為你一牽涉到第三者 將來因為現在又怕人花錢 又什麼 如果有一些不清楚的東西 或者你授權了那個戶口 有人有權利去調動 水洗都不清 記住 買賣不動產是不能夠投資移民的 民宿一定要在六都入以外的地方去開 台灣很多藥是沒有死藥的 那如果你本身的投資大一點 你可能會要求一些罰則 你要叫我走地就要怎樣賠償 提提大家不要有逃漏水的情況 在騎樓外面租了一個空間去擺檔 你要問騎樓的主人 因為台灣的騎樓是入契的 即是就是後面那間店 那個人擁有前面的騎樓 所以你要問那個店 是否願意給你那個地址報稅 坊間有很多的移民代理 其實他為了達成一個生意 或者他想賣你一層樓 他會跟你說什麼都可以 你要貨給三家 聽多一點 或者自己去搜尋 不要說他講什麼完全相信他 14年的事情15年改制 19年的事情 會不會20年改制 我個人主觀覺得機會都大 因為其實反送中 感覺比當時的雨傘運動更大 其實我們自己做移民都知道 當時的查詢是少於現在的 還有很多現在的朋友 是覺得 無論你在政治上是支持哪一邊都好 其實都想走的 由於有這樣的歷史演變下來的 令到我們有一個合理的推斷 2020年加上台灣也都可能政治上會改變 有總統選舉 有立法院的改選 所以其實有很多事情 不妨先走第一步 他一日未檢控你 一日未曾拿你那個旅遊證件 一日未上庭 一日未被定罪 那是沒有案底的 可以移民的 如果一個不小心走到太前 可能有刑罰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最少是五年之內不能夠移民台灣 那五年之後就會看看 究竟你五年前 或者多少年前發生的是什麼事 到時就是一個灰色地帶 在台灣是有復兵役這件事情 目前是精兵制 三十六歲或以下的男士 是有可能會被徵召入伍的 那但是台灣的精兵 目前是四個月而已 當中可能一個月是在部隊裡面的 另外三個月呢 通常呢 我們叫做替代易男 那就是去市政府幫你開門 或者是做一些民職 真真正正拿支槍去打仗 有機會是好吃的 尤其是一些新的住民 心態上都要融入台灣人的生活模式 第一 相對起來比較慢活 不要在銀行等半個小時 就發脾氣 你可能開一個戶口要兩個多小時 第二就是要調整自己的收入 做老闆OK的 但是打工呢 很大的落差 五萬元台幣 在台灣你可以請到一個五十歲的經理 但是你在香港 那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或者三十歲的人都說 想拿到這個level的收入 在台灣不容易的 遊客啊 他是香港人來的 廣東話很大聲 到哪裡都聽到 香港人 無論你是旅客 或者是生活都好 去到做別人做的事 就是慢活少少 還有期望值不要太高 但是你就會生活得很開心 台灣的快樂指數 是高於香港很多的